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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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本门三宝之一 不是本门弟子 绝不能服用 你的意思是 你要眼睁睁地看着他去死 门规就是门规 我既然身为四方门的少门主 就必须遵守 门规是死的 这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 大哥 我求求你了 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救救他吧 我我从来不救本门之外的人 我从来不救本门之外的人 我从来不救本门之外的人 今天救了他 也是看了你的面子 但是也就到此为止了 你果真是不救他了 爱莫能助 幸尔 你干什么 幸尔 你干什么 幸尔 你不要命啊 幸尔 幸尔 你怎么这么傻啊 幸尔 大哥 这个毒 果然很厉害 快 给我瓷珠玉露蛋 快 好 来 坐下 这是瓷珠玉露蛋 给 我帮你包扎一下 我帮你 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人 请原谅在下师妹无礼 这件事情发生的实在是突然 他接受不了 也是人之常情 但也更加证明了 他和原家的阴谋完全无关 还望大人海寒两茶 大师兄 你不要为我求情 如果小天他真的有罪 那我情愿陪他一起死 住口 大宝 把银河押下去 关起来 是 我不走 押下去 小师姐 押下去 走吧 我不走 小女不懂事 还望德大人多多谅解 这还用说吗 宋大人 你差点和袁绍青这个逆贼 成了儿女亲家 而袁绍天也正是在你手里走脱的 如果明天午时之前 你还不能将袁绍天捉拿归案 那本官只好奏名皇上 皇上要是怪罪下来 那你们青天派问罪 那本官也只好照办了 走 走 师父 现在不知道笑天如何 我马上带弟子去寻找 一有消息立刻向师父禀报 去吧 我还活着 我还有人 放开 你 你 你敢感谢星儿 你还活着 少本主 不好了 青天派追兵杀过来了 中军兵已经跟他们打起来了 恐怕我们挂不敌重 您还是赶紧撤走吧 好小子 中军兵的毒针竟然不死 大师兄 你还活着 大宝 小天 逃避不是办法 你还是赶快跟我回去 我相信师父会替你做主的 大师兄 你应该了解我的为人 我死不足惜 但我没有对不起朝廷 我绝不以叛国贼的名义受死 我也很意外 而且更不敢相信 但谁知道你的父亲已经招任 就得明天武士斩首 你好歹要回去见你父亲一面了 大宝 小天 你再不回去就来不及了 你不能去 你不能去 你要去的话 就会白白送死的 大哥 快 阻止他 你别打我的路 你要去送死不管不着 不过 你的命 是新人拿命换来的 我不能让你这么轻易去死 你不要命了 你这样去 这是四头楼王 自己去送死 就没去送死 我也非去不可 我不能丢下我爹和我娘 你以为你这样做就可以救你爹娘了 这一切全都是他们的阴谋轨迹 他们就是拿你爹娘做幼儿 引你现身 你明不明白 你别打我 别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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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小天 你逃吧 我就不相信你做事不顾爹娘 明天我师父看你来不来 你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大师兄 我要去找小天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要是再不听话 出去乱闯的话 回头德大人追究起来 会连累师父的 懂吗 可是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一会儿 其实我跟你一样着急 可是现在的形势 已经不是我们所能掌握的了 所以 你一定要先冷静下来 才能想出对策 更何况 你这么没有目的的乱闯 又怎么能找到孝天 师兄 过了这么久 真的一点她的消息都没有吗 我真的很羡慕孝天 她能够得到你这样的痴情相对 也算是值得了 但是银河 我担心你这份情意 会复之东流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 虽然我不愿王家猜测 但是却由不得我不怀疑 你怀疑什么 你跟我说清楚 你想一想 孝天是被四方门的那个小妖女给救走的 就算是袁伯父真的是被冤枉了 但是孝天跟四方门那帮妖人混在一起 这却是不容易的 你再来的 今次再来的 这一步 你着急 我担心我担心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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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常听人说 袁孝天是个有情有义的汉子 想不到他是个贪生怕死之人哪 我来了 孝天 孝天 快走 爹 袁孝 你放心好了 念在我们多年的交情 我将你们一家三口 好葬哪 师父 如果你真的念在和我爹多年的生死之交 就不应该误信奸人之言 对我父亲痛下杀手 你应该相信我父亲的为人哪 住口 你们一家全是造反秘贼 我劝你放下手中箭 戍手就签 本官还能留你一个全尸 容若不然 我让你尝尝灵神之苦 我袁孝天既然来了 要杀要寡自然随德大人处置 只是我爹一生忠心为国 绝不可能勾结一族危害百姓 在皇上还没有查清真相之前 我不准任何人动我爹娘一根寒毛 孝天 他们这帮奸人既然入我之罪 绝不可轻易放过 我再赔上你自己的性命 快走 爹 我不能丢下你们不管 现在不是成匹夫之勇的时候 你快走啊你 爹 你不是我的儿子 滚 好一个父子子小 给我拿去 我 我 我 小天 不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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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交出的好托兵 不是你交出的好托兵 这生死之交份上 替他喜庆冤枉 别让他不明不白地死在奸人的手中 住口 皇上圣旨已下 我宋灵霄齐能和你们这帮逆贼同流和污 你我师父情犯已尽 多说无意 接招 住手 银河 宋灵萧 如果你还想要你女儿活命的话 就赶快放严小天她们走 你不要为难银河 这件事跟她无关 什么叫为难她 我这可是为救你呀 难道你真的为了这个女人 连自己父母的性命都不顾吗 你们果然跟这些邪门外道有所构建 宋太人 还不快动手 宋灵萧 难道你真的不顾你女儿的性命吗 师父 爹 我求你 你就放元旭摸她们走吧 董大人 难道你想看点吗 水寒 你 师父 事关银河的性命 徒儿不得不这么做 你还是让她们走吧 不然这个小妖女 就得要了银河的命 想不到如此卑鄙的小人 对一个姑娘还情深义重 小天快点原师父她们走 今天谁不许走 就算陪上我女儿的性命也一样 将她们统统拿下 师父 你 师父 师父 你反了 反了反了全都造反了 大哥 你谋反在先 怪不得我无情 林霄 我没有谋反 你不要听些奸人之言哪 皇上圣旨以下 郡教臣死臣不得不死 拿命来 小天快动 小天快动 好啊 爹 怎么了 爹 东坡 东坡 怎么了 爹 怎么了 爹 老爷 看来他的伤势很重啊 咱们必须找地方养伤才行啊 哎呀 你可以走了 到你铁石心肠的爹那儿去吗 不 我不走 不管我爹承不承认 我都是原家的媳妇 我生是原家的人 死是原家的鬼 呸 你知不知凶啊 还没拜堂 就自认是原家的媳妇 你看看你爹 那个无情无义 敢进杀绝的狠劲 快走啊 你本不愿不告贤 已经把你宰了 我知道我爹不应该这么做 可是总有一天 他会明白过来的 你走还是不走啊 小天 你不要赶我走 让我留下来替我爹赎罪好不好 小天 我求你了 你说过 不管发生任何事 没有任何人 能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 你也说过 你一辈子会陪在我的身边 如果你要赶我走的话 我就只有一死了 好 联合 小天 现在不是讲儿女私情的时候 你别忘了 他父亲一起想治你们一死地 你让他跟着 只会让我们的处境更加艰险 我明白 你们救了我两次 是我的救命恩人 如今我无以为报 可是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 霍吉林在这 请你们先走吧 你要赶我走 不要我这个朋友了 不 如果是平常 我一定和你们大碗喝酒 大块吃肉 敬兴而归 可现在官府已经大肆搜捕我们了 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 小天他说的没错 冤冒他日若有幸平反罪名 二位的救命之恩 一定要好好报答 当下危急四伏 二位还是请回吧 小天 小天 大师兄 小天快走吧 师父不会上把甘休的 已经调节人马马上追过来了 看来我们真的是很暗示 你们才是一家人 走 文禀四处给我搜 火要见人死要见尸 一个都不能少 是 王上造反的地贼逃跑了 你就准备向上人头 向山公公复命吧 星儿 你等等我 等等我 你不要还我 不要跟着我 我是你大哥 我不管你 谁管你 没想到这个人这么可恶 下一次他要再遇到什么困难 我才不会把他的死活呢 好啊 你都说不管他死活了 那你干嘛还要这么弃脑伤神呢 星儿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你的心思我还不了解吗 我哪有什么心思 如果你的心思不是弃在袁小天身上 你会三番五次的不顾心目的去救他吗 你想到哪儿去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只是把他当成气味相投的朋友 既然他不在意我这个朋友 我还不稀罕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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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朝廷的爪牙 现在首要任务是取回火星林 其他的事情就看他的造化了 走吧 火星林关系着我们四方们的兴衰 绝不能有任何差事 快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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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 我还能撑得住啊 山公公他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今后我们该怎么办呢 这个地方这么隐蔽 我想我爹应该找不到的 就算躲了一时 能躲得了一世吗 娘 你放心 我一定会想办法洗清爹的冤屈 我绝不会让那些逆贼趁心如意的 要洗清冤屈 也得先填饱肚子 爹 老爷 娘 我去买些食物 顺便带一些药回来 好 你去吧 小天 还是我去吧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搜捕的人 你还是留下来照顾伯父伯母 其他的事就让我来吧 大师兄 老爷 大师兄 大恩不言谢 大师兄 你借我爹娘的恩情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只不过做了自己该做的事 大师兄 其实你真的不需要为了我跟师父为敌 更何况这阵子我没有所冲突 我真的没想到 大师兄愿意为我做那么大的牺牲 那照你的意思 我应该是个是非不分 心胸狭窄的小人了 不 我没这个意思 我再跟你开玩笑 虽然为了师父传功的事 我们之间有个不愉快 可这是两回事 我相信你爹的清白 我觉得师父 他不应该还没查清真相 就痛下杀手 大师兄 我以前对你有所误解 现在我知道我错了 好 不枉我们师兄的异常 有这句话 我就足够了 看到你们俩和好 我真的很开心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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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来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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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娘 这怎么回事 你问我 我还要问你呢 你为什么放走袁绍青一家人 我 我没用啊 还说没有 你暗西德大人 阻止宋灵霄斩杀袁绍青 你因为我不知道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难道 你真的爱上宋银河那个女人了 你竟然为这个女人破坏我的大忌 娘 您误会了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她 而是为了火麒麟 火麒麟 是 娘 北汤星儿愿意舍命救袁绍天 这事我绝对有些蹊跷 这两天经过我旁敲侧击 果然北汤星儿把火麒麟交给袁绍天 原来火麒麟不在那个小贱人手里 娘 袁绍天与家人的性命都捏在我的手里 我随时可以让他们死 只是我没有忘娘的教诲 这火麒麟关系到我们报仇复国之大业 所以我不得不留他们的性命 直到我找到火麒麟 原来娘真的错怪你了 坐下吧 哎 查到了 火麒麟到底藏在什么地方 娘 袁绍天是个聪明人 我只怕问得太极会露出破绽 不过请娘放心 你只要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会查出火麒麟的下落的 好 很好 只是 善关无难 还请娘多失毁兵之际 不要追捕得太极 免得在我找到火麒麟之前 功亏一亏 好 娘信得过你 只要你办成这件事 就即大功一件 娘会好好赏你的 好 谢谢娘 师父 师父 善公公到了 在里面等您呢 下官宋凌霄参见善公公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善公公 还有皇上吗 下官 下官实在不敢 不敢 圣上的旨意是怎么说的 远少青勾结义族 满门抄斩 大胆 上纸上写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你竟然敢公然抗旨 纵容弟子安息德大人私放要犯 你秦天剑派的眼里还有王法 还有皇上吗 善公公 下官叫头不言 罪该万死 还望善公公恕罪 下官一定将功折罪 即可就将其干人犯 缉拿归 不必了 我怎么知道 你下去以后 会不会和袁孝天私通躲避官府的追捕 善公公 够了 我不想再听你的誓词辩解 从即刻起 你们秦天剑派上上下下一干人等 不许踏出此地一步 你们秦天剑派就等着皇上讲罪吧 好 好像就在这附近 好 慢着 先摆住这些人 再说 皇上就在这儿 是啊 我今天就在这儿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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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但查不出火清凌的下落 连四方门人都追丢了 你们还有脸来见我 今天我只是给你们点教训 如果你们要是再查不出来火清凌和四方门人的下落 你们就提着头来见我 是 袁伯伯 善公公为什么要追杀你呢 为什么还要置你们于死地呢 我也不明白 对了 我今天留心打听了一下 坊间传言袁伯伯的罪行 似乎跟四方门的人有关 四方门 我跟他们从来没有任何瓜葛 他们如何入我于罪呢 小田 你曾经跟四方门的人交过手 难道事端是因你而起吗 我听银河曾经说过 北唐星儿交给你一样东西 那是什么呀 不过是一块麒麟玉 那块麒麟玉呢 那块麒麟玉我已经误归原主了 山公公武权弄势 为了爹和娘 我就算牺牲自己的性命 也在所不惜 万万不可 留得青山在 不怕煤柴烧 现在这儿躲避几日 再做打算 可是 眼爹的话你都不听了吗 我 你还心在这里养伤 既然是山公公在幕后操控一切 我就从他身上下手 你要好好保重 等我的好消息 请不吝点赞 不要伤害他 有什么事 师法冲我来 不要伤害无辜 少主 你们不必担心银河 你们还是好好地担心你们自己吧 你们还是好好地担心你们自己吧 你不是笑天的大师兄 大师兄吗 你怎么和这帮人在一起呢 不用问了 他们本来就是一伙的 袁伯父果然是个聪明 只可惜你堂堂一个明朝开国大将军 就要抛尸在这荒郊野外 不过你放心好了 我一定会让你们死得很痛快 不过袁家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 为什么你要赶尽杀绝 好一个赶尽杀绝 当年你率大军杀害我父扎尔牧 害得我痛使爱子的时候 你又何尝留给我们一条生路 扎尔牧 你是扎尔牧的妻子 我今天要你们全家为我的丈夫和儿子偿命 我要让你尝到人世间最大的悲痛 我要让你身败名利 让你家破人亡 绝子绝孙 战场交锋 各位其主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扎尔牧战死沙场 也是死得其所 怨不得别人 住口 我等这一天已经等得够久了 今天就是我报仇血汗的日子 好 我认这一切的罪过我都认了 只求你放过我的妻儿吧 老爷 今天饶过他们吧 你当初为什么不饶过我们呢 不饶过我的儿子 若不是你们苦苦相逼 我也不会失去我的儿子 我今天要让你们全家用你们的血来替我的儿子偿命 受死吧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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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 老爷 好 老爷 老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官我这个烟蜜 他真的敢假造圣旨 罪证确凿 我看他还有什么话说 爹 娘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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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死啊 爹 你不能死啊 怎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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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娘 娘 你不能死啊 娘 你不能死 娘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原家 为什么让我连最后一遍都见不到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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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年 天哪 这 这是怎么了 我到处去找你 怎么一回来就会变成这样呢 我一定 我一定 我一定和我娘都死了 银河呢 银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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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四方门的兵器吗 蛇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 是心儿身上的小花蛇 难道是他干的 小天 小天 天可怜剑 终于让我找到你们了 银河呢 你们把他藏到哪里去了 你凶什么凶啊 小长在那个女人身上 她要去哪儿 我怎么知道 是啊 袁小天 我们早已经分道扬镳了 你现在来找我们要人 恐怕是找做人了吗 还想狡辩 你以为你们做的神不知鬼不觉 其实你们的罪行早已经败露 没想到世上竟然有你们这个心狠手辣恶毒之人 我们到底做了什么 你们不要虚口喷人 说 银河他到底在哪里 银河他到底在哪里 好 感谢观看